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农历春节将至 花莲县长许正为今天上午是率领了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 前往花莲果菜市场 关心农历春节期间蔬菜水果供应的情形 也勉励花书和各摊商业者能够提供品质优良的农产品 让乡亲可以快乐度过农历春节 新闻学院表示,今年度气候平稳 蔬果产量充裕供货稳定 许多相信前来市场为返乡家人准备年假所需要的食材 为了稳定农历春节农厕产品的价格 充裕供应节庆所需要的各类生鲜蔬果 新闻特别指示花书农产品批发市场 持续监控批发市场行情变动以及落实调配的供应 让乡亲能够在春节期间 且优质价美的农产品开行过好年 今天真为跟我们果菜批发市场的我们的李主席 到我们的市场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年节的这个蔬菜 那今年年节蔬菜呢 这个品质都相当相当的好 那但是因为反应成本价格稍微有调涨一点点 但是我想也是这个全国接染 那看到大家的购买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年节要到了 也要这个让家人能够团聚 那在这里我们的这个果菜批发市场 一直营业到这个除夕当天早上 那如果还没有采买 因为今天也还没有放假 那记得还没有采买的 记得这个到除夕早上都还有 那之后就初一初二初三天的休市 礼拜四再开市 那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年货备好 那以备不时就需要让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回家一起团圆 今天今年的菜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果菜批发市场 还有各市场来采买 现在许中会特别要求花年市果菜市场 与休市期间蔬果供应应在事前规划 以维持市场正常的交易次序 今确保花年线蔬果足以充分供应民众的年节需求 并且请合作社确实掌握果菜批发市场的供应的情况 以确保充分供应民众年节的需求 记得交易华小伙道